主观那个第202题,倍数判断 那其实他写这个程式基本上就是里面一定就是要考你 会不会用if,会不会用elf,会不会用else 然后呢 也就是说里面大家一定要有一个input input之后的话那你要去把所有的可能性列出来 第1个可能性,第2个可能性 第3个可能性 如果以上的那个可能性都 就是说不在此之内的话那就else OK,所以基本上的话这一题首先的话一定要input 所以他这边有提到说判断是否为3或5的倍数 OK 也可能是3个别的,5个别的 所以呢 当然以逻辑上来看 他是希望说第1个 先判断什么 先判断那个3 或5的倍数 那第1个当然我们就先判断什么 他是不是 3 3而且是5的倍数 然后第2个判断是不是3的倍数 第3个判断是不是5的倍数 除此之外那当然就不是3或5的倍数 所以他输入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第1个输入一个什么 输入一个正整数 OK 然后分别输入什么 也许你可以练习的时候你可以先输入55看看 55是5的倍数 36是3的倍数 92是都不是 然后输入15的话那就是 3 而且是5的倍数 那至于说那个逻辑应该怎么去安排 其实也没有说 有那个标准答案 反正呢 基本上一定会有if 一定会有elf 一定会有else OK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当然 最好是你做完之后 你可以先run一下这个结果 那一样我把那个 这个写完的程式先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最后看到结果 一定要是这样 就是 你run一下这个程式 然后得到比如说 这个假设我输入55 它是5的倍数 这第1个OK 因为它 这个没有回圈 所以你变成你还要再run一下 第2个就是36 是3的倍数 这个multiple 3 然后如果是92的话 那因为它也不是3 也不是5 所以not OK 然后 如果输入15的话 那当然就是3 而且5的倍数 当然除了这4个数字之外 你也要能够输入其他数字也是OK 不能说 你就写一个程式 然后就是如果它输入55 那就给它这个 当然不OK 应该我想它那个 云端的批阅程式没那么笨 OK 没有说你直接就跳结果 那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该怎么撰写这个程式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一定会有if lf 然后一定l 另外的话能不能被整除的话 那你第1个要想到那个运算 那个运算值 我们前面有个运算值 加点乘除之外 还有就是求余数 求余数的结果呢 假如能够被整除的话 就是它的结果4 等于等于0 等于等于0的话呢 那就表示能够被3整除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 第一个 一样做 这个 input OK 所以input的话呢 假设我input到a好了 OK 那这个a的变数里面呢 就输入一个值 输入一个值之后呢 底下就是做一个逻辑判断 那这个逻辑判断的话呢 怎么写会比较OK 一般习惯是 先 判断说呢 它是 那个什么呢 3 而且是5的倍数 假设输入15 它就会 输出 那个 所以 第1个 如果a 除以3之后的 除以3 之后的余数 所以这个是除以3之后的余数 如果是 为0的话 那表示被3整除 那它就是3的倍数 而且 所以我们先做 那个什么 3 而且是5的倍数好了 如果能够被5整除的话 写成这样子 那我们要什么呢 冒号 Enter一下 那就是怎么样 把那个结果print出来 那print的 结果 应该是print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将来一定有纸本的那个 试题 所以你就拿这个试题 如果 就15这个 你就把这个 所以这里的话呢 把这一段 把它打在上面 但是呢 有两个 这个值 这个值 跟下 这个值 必须要是变数 所以呢我们就直接 把这一个 Ctrl C 但是 如果你把它直接放进去 因为它第一个 第一个值的话 就是它输入的值 然后面的话 多一个空白 所以 其实比较聪明的做法 应该是这样 先输入那个 A 那以前的做法是什么 A 然后串接嘛 可是如果你串接的话 你必须要转型 那所以呢我们有个方法 你干脆加逗点 加逗点的话 意思说我第一段东西 跟第二段东西 第二段的话是什么 假设我输入15之后的话 然后它会输出这一段结果 4 is multiple of 3跟5 所以把这一段 Ctrl C 记得喔 前面这边有个空白 这个空白呢 不需要 复制 OK不需要打 只要把那个后面那一段 把它加上去 那跟各位讲 如果你假设print 这个地方不用串接的话 你用逗点 它有什么效果呢 它会在这个 这个这个指 假设输入15 逗点的话 它会在这个 资料跟资料中间呢 自动 加上 一个空白 的效果 就有点像是 但如果你今天不是写成这样的话 你变成说 你用转型 你变成比较麻烦 是string 刮弧 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不是逗点的话 你变成要串接 然后呢 特别注意喔 将来的话 如果你是用string转型的话 特别特别注意 这边一定要自己手动加个空白 OK 差别在这里 当然相较之下 如果你写这样子 跟写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 A 斗点 比起来的话 但是这边就不要空白 因为它这边会自动帮你加个空白 理论上比起来的话 这个好像比较精简 所以我推荐 各位用这种方法 那第2个逻辑的话 就说 第1个是 能够被3跟5 同时整出 那第2个逻辑的话 就elif 所以就打一个elif 能够被3整出好了 所以在下一个就是 能够被3整出 那我就print了什么呢 print 那个 一样 所以其实拿这个来复制 我看一下 应该是 差别 只有 哪个地方不同呢 它应该是 is 所以这个一样 这个一定有个空白 4 of 3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是 is multiple 所以后面的话就是 没有这个 delete的掉 好 那再来的话 5的部分 其实蛮简单的 你就直接把 上面这两行 Ctrl C 直接呢 在底下enter一下 因为 其实它的结构呢 跟3一样 所以呢把这个3 改掉就好了 这边把它改掉 这样就ok了 那最后的话呢 当然 如果都不是 不能被3 5同时整出 没有 也不能够被3整出 也不能够被5整出 那所以哦 else 冒号 那print的话呢 就是 其实拿这个 来改 应该比较快 这个的话 好像is not 所以这边加一个not 印象中这样 因为这个考试 我跟各位讲 一个字都不能打错 所以就比较麻烦 有时候你程式都对 但是你那个 是 跟他要的 is not 可以其实比一下 而且他这个很龟毛 里面呢 假如说 他需要空白 你没空白 错 少一点都不 不算对 所以其实 这个 就是 麻烦的点 当然如果你这些细节都注意到的话 那理论上你要通过这个考试 应该是还蛮简单的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我们就输入一个值 一样把它转 转成数字之后 判断 反之最后就 通通不是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那个 最后这一题把它存档 这个 a 20 2 ok 试一下